作词 李宗盛 从看不管你都变清晰 想在历史记忆 刻下我的印记 要用多少力气 爱才能被允许 我们的手分开的前行 要多久才能变清明 你看见面的流星 来自最遥远几笔 找寻了几个世纪 却如此坚定不应 以星星的命运 许下了决心 你是最美的秘密 变成身边的流星 守护你所有真心 不怕路途的远距 我会降落你心底 曾经有你一起 交换回忆 被远着冬天的流星 变成不干的远距 被远跆 变成不干的略地 变成不干的约定 骑马 欑马 我是酒店体验师艾尔维斯 临时提早了一班航班过来 先生您稍等 艾尔维斯先生 您方便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吗 不问常女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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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小丽 问你在搞什么 我在酒店等了这么长时间 他们居然问我要身份证 不是 你就告诉我你还有多久到 什么 怎么回事 一个小时 你搞什么了 你的意思让我在酒店等一个小时吗 不是我说你 你明确别干了好吧 你讨厌死了 先生 您 您您先别着急我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不是你 不是你 气死了 赵总 艾尔维斯先生已经到了 可是 他身份证没拿 好的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您的房间已经为您安排好了 这是您的房卡 谢谢啊 欢迎您到JR酒店指导 您邀请在酒店体验师 艾尔维斯已经来了 知道了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昨晚入住的马小姐 昨天晚上搬进了老板以前的房间 但是她说 今早上把贵重的戒指丢在了原来的房间 要求现在就进套房里寻找 这绝对不行 马小姐您好 您好 我现在可以回房间找我的戒指了吗 不好意思 马小姐 昨天的那个套房 现在已经有客人入住了 恐怕不方便您进入 我们只能等客人外出的时候 征求了客人的意见 才能够让您进去 是这样的 那枚戒指对我很重要 是我妈妈留给我的 现在已经有客人入住了 谁能保证之后 我还能找到戒指呢 非常抱歉 抱歉有用吗 不满足我的要求 我会让你失去这种工作 哥 你快点 真的 你快到了 找到了 找到了 你怎么把我的项链给弄丢了 先生 这枚戒指是我的 请您还给我 是你 原来是你啊 看来我的霉运还真是没过去 这位同学 怎么说话呢 好歹也是共国患难的人哪 先生 我再说一遍 这枚戒指是我的 请您马上还给我 那你告诉我 这枚戒指 它凭什么时间 哥 你得注意咱们的身份啊 这位小姐 这位小姐 这里呢 是我的房间 你说在我的房间丢了戒指 你说这个戒指是你 你不觉得你有点无理取闹吗 我是这里之前住过的房客 昨天晚上 我才刚刚搬出去 我发现戒指不见了以后呢 我就马上过来寻找 现在我看到这枚戒指就在 先生的手上 所以现在麻烦您 马上把戒指还给我 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要不然我就报警 来 这位小哥哥 来 你评评理 我是不是也可以说 退房之后 我房间里丢了 价值连城的传家之宝呀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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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我听您的意思 就是不准备物贵远主了是吗 贵 怎么贵啊 我就是远主啊 好 很好 那我就只能报警了 马小姐 你说什么 报警了 哥 来 来 来来来 报警 来 报了 吓我谁啊你 杨丽 你干嘛呀 我跟我忙着呢 没什么名字了 杨丽 你看 不是 这戒指怎么在你这儿啊 你上次落到我包里了 我 我走了啊 完了完了完了 怎么了 出事了我跟你说 下课我也要找戒指 冒充那个艾尔维斯 正版的这个艾尔维斯来了 刀版的还没出来我告诉你 你说这个是你的对吧 证据呢 拿出证据来啊 我没有报警 是不想耽误时间 这个戒指是我妈妈定做的 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我也不想跟你说那么多了 请你马上把戒指还给我 我可以不追究你的责任 既然这么珍贵 那为什么随便乱放啊 再珍贵的东西 也会有他丢失的几率吧 你干嘛 试试了 能带上救你的 来 看到了没有 刚刚好 为什么 为什么忽然心跳这么快 等等 怎么回事 每次只要和这个男的一接触 我就一点事都没有 不行 我要再试试 你又干什么呀 把手伸给我 我告诉你啊 我可从来不打女人 你可别逼我 别偷偷进尺啊 谁要跟你动手 再说一遍把手给我 有话好好说 事情解决了跟我 用闭嘴 如果你不想离开酒店的话 现在就跟我出去 放手 你你 我 我告诉你啊 我从小到大集成次发 二十多年来首身如玉 坚决抵制 公然提债良心富难 你 真的不是巧合 什么巧合 马小姐 请问 哪位是阿威斯 来来来来 请请请请请 你们好 我是阿威斯 有事吗 你这个骗子 我说你 你怎么没气势没品 我没改掉啊 看看你穿的我的妈呀 从头楼到脚啊 你还想冒充我啊 你这个样子怎么那么 还 我告诉你这样出门啊 群众都会双目失明的 我告诉你 你说我 你说我喽 你看看你自己穿的啊 我要是你啊 我去拿这个绳子 我勒死我自己 你你你你你你 你你你你你你 你你你你你 赵总 你们酒店出这个事情 怎么处理啊 我现在非常的不开心 我在你们酒店待的 第一分钟 我就非常的不满意 你放心 酒店出了这样的事情 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 满意的答复 气死我了 报警 又报警啊 等一下 这只是一个误会 不需要报警 他是真正的酒店体验师 是我请来的 只不过 和JR请来的同一天到达 是酒店没有核实清楚客人的身份 还把客人带错了房间 现在 又要告他诈骗 我想 咱们JR应该没有这个道理吧 赵总 吴大律师 您怎么来了 我上面点小事 还不劳您大家 我是来找马总的 马总 想必赵总也听说了吧 这位马小姐呢 就是我们老马总的千金 我刚刚为他办理完一切手续 现在可以接受JR了 也就是说 他是我们现在的老板了 哦 马总 这位是赵清风赵总 市场销售部总监 自从老马总生病以后 就一直由他来代理总经理医职 管理酒店事务 您好 您好 马总 来来吃啊 好香啊这个 你看这个 水果这么洗一下 我来了 我来吃啊 你吃你喝什么 我再吃啊 我来吃啊 多可逸啊 还有这个 好热心啊 我来吃你吃啊 你来看一眼 我来看你吃 我来看你够护礼 回家 我来聊个 是吗 哥 夏哥 我们来了 去那边坐吧 我一会过来 来 尝尝 尝一下我的厨艺 能不能长进 没事吧你 慢点 辣到辣 不是好吃啊 好吃 好吃 夏哥 是吧 不过 我的减肥大鸡又泡腿 这减什么肥呀 写了二年 还没写二年 夏哥 你每天打好几分工累不累啊 这世界上哪有不累的活呀 再说了 我还有我的养父要照顾示 来 吃 哥 今天在酒店 你跟那个新来的小麻藏到底省起了 我怎么看他那么大脾气呢 我哪知道 我还想问你呢 你说说你们那个小麻总啊 我一看见他就没什么好事 他简直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颗扫把星 原来是老交进的 可以可以可以 你俩不知道 你俩不知道 我在泰国开出租车的时候 我拉过他 我们俩还在海边待了一夜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你们猜怎么着 第二天 我直接被出租车公司他们给我炒鱿鱼了 简直就是一颗扫把星 我听说小麻总虽然是在泰国长大 我听说小麻总虽然是在泰国长大 但是她是老麻总的亲生女儿 一个固折不扣的富二代 你说这也就奇了怪了 她一个富二代 她怎么可能跟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戒指 天哪 这么巧 什么这个巧 你们有一模一样的戒指 我要不是亲眼看见 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你说 你俩是不是失散多年的青梅竹骂了呀 你当拍韩剧呢 你们俩要是再这么胡言乱语 我就一个月不做饭 我饿死你们俩了 我不吃 来 喝酒 夏哥 我这次来 是有证事要告诉你呢 什么事 我们公司的小麻总说要招第一助理 建高待遇好 工作环境好 你要不要去试一试 我才不去呢 给他当助理 我不死我也得拖僧皮我 跟谁过不去 你也不能跟钱过不去 对不对 说说你啊 现在连房租都交不起了大哥 还装什么装 你们俩这就没意思了 这谈钱太伤感情了吧 谈感情伤钱 对不对 我跟倩倩啊 这话已经说到位了 自己看着办吧 来 吃东西 吃东西 来吧 我都应该要来 让我做到 我一直都聚关了 这个安排 你给你钱 都很想要 我现在来说 我一会玩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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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你这是哪儿呢 你疯了吧你 这种大话你都说出出口 两个月后你怎么办 两个月的事情两个月之后再说了 我先把两个月的钱挣了 给我爸住院费交了 我没没 行 有魄力 配合你 你别晃了 记得 你跟孙怜你们俩得帮我 怎么办 现在JR的状况很不好 艾维斯也在对我们施养 入住率也在下降 我们都是要养家糊口的人 不能跟着一个没有未来的公司 这次请艾维斯来 本来是为了帮助酒店度过危机 但是 没想到被有些人这么一闹 反而更加雪上加霜了 雪上加霜 那作为酒店的老员工来说 在这个时候 是不是应该 为酒店雪中送炭呢 好 现在除了餐饮部总监高雨昕 工程部总监丁麦 还有房屋部总监朱丹 以及新任的财务部总监郭宇以外 其他所有人都要辞职 是吗 好 这些辞职信 我通通收下 您好 客房服务 进来吧 来 怎么又是你 你想干什么 冒充还不够吗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都可以 坐下 马总 酒店现在面临危机 我们都有心 跟酒店共不难关 但是我们好不容易请来的问题 是艾尔维斯被人冒名顶替 而您却聘用了这个假冒者 您艾尔维斯大动肝火 杨杨要整死这样 我们 可是对酒店的未来 没什么信心啊 非常感谢赵总的提醒 说到艾尔维斯这件事情 我突然想到 如果我不是我爸爸的女儿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房客 遇到了类似的事情 现在说 艾尔维斯大动肝火 那么赵总你 以及整个公关部 就是要告诉你的老板说 艾尔维斯扬言要整死JR 是这样吗 好 既然你们都因为这件事情 质疑我的话 我很有兴趣跟大家打一个赌 如果说 这次我能摆平艾尔维斯 那么跟这件事情 所有相关的负责人 全部引咎辞职 可如果我摆不平 我立马走人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我就承认 是我处理不周 我引咎辞职人 想死吗 我想 想哄吗 想 我看你是想死了在红 胆子挺大 口味挺重啊 好好好 你说什么 我都照做了 还是我冒充你 你有什么好冒充吗 长得这么违反自然规律 闻笔烂得北极都能闻得到你一股酸臭味 冒充你我都丢人 混口 混口饭吃 那个 能不能把那个照片给删 删了 那倒是不能 你不是想争死这样吗 又装起来了 打开电脑 长微博 我说一句你写一句 快点的 这不是 那个 不同意啊 那我也许就只能 等等等等等等 同意同意同意 写写写写 马小姐优雅大方 高贵典雅 谈吐不凡 热情地接待了我 并且向我详细介绍了 JR酒店一些新增服务 为我的体验带来了很多便利 总之 这次体验之旅 不仅是五星级的酒店 更是七星级的体验 超赞 下面说一些小的感想 好了 Elvis的长微博 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 应该不需要多少时间 就会上热搜 经济危机之年 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容易 各位真的觉得 离开了JR以后 就会有更好的发展出路吗 我看未必吧 我相信 在座的各位 对JR应该都有很深厚的感情 JR能有今天 也有各位前辈的心血和努力 今天他遇到了困难 我相信各位也不是真的想要离开 当然了 如果有谁真的想要走的话 我也绝不会阻拦 可是如果今天 各位只是因为一时冲动 又或者是 对我这个空降董事长的不信任 那么这些辞职信 我拜托各位先拿回去 当然了 也包括滕总 还有赵总 我相信二位 也是出于真心地 为酒店着急考虑 马总 马总 您刚才说 可以改变酒店的命令 那总得有个时间吧 三个月 给我三个月的时间 如果在这期间 酒店的情况没有好转起来 我自动离开 跟我去下财务部 也就是说 我支持上岗了 约法三章 第一 我不跟你说话的时候 你也不准跟我说话 第二 上班期间即使去卫生间 也要跟我说一声 务必做到寸步不离 第三 不准任何人靠近我接触我 除了你 除了我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难道 真的让杨丽说中吗 他对我 我刚刚交交了工作 就接到银行的催款电话 我已经把催款还了 好 那这次银行需贷 能需下来多少钱 刚才银行通知说 不会再为接二需贷 什么 阿总 很抱歉 贵公司的情况 我们已经和郭总对接得很清楚了 您的这些资料 我们也都看过了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 确实无法办的 我们与折押合作多年 如果能帮忙的话 我们肯定会帮 这个我知道 那目前来说 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除非您抵押酒店 但是抵押酒店 可能不是您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或者您可以找一个担保员 为接押做担保 但是他必须要具备 偿还本息的能力 好 那我知道了 谢谢您啊 那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慢走 好的 没事的 只要是问题都可以解决 而且人家不是都说了吗 这找到担保人就可以了 哪向倒数那么简单啊 以我们现在接押的情况来看 有这么大能力的人 根本就不会给我们担保 我也才是刚刚回国接受酒店 也没那么大的能力和人满 好 通常这种情况下 应该怎么安慰一个女人呢 真是伤了好间 许总 欢迎欢迎 你好 合同已经发给你们很长时间了 明天签约没有问题吧 这 我知道 你们老板的女儿刚回国 可是一个小丫头 也改变不了什么 我们CEO的收购计划 势在必行 明天 我们大老板也会亲自过来 这足够证明我们CEO的成立 那是 还请许总先回房间休息 好 你说说你 天生工作八字不合 去哪儿哪儿倒闭 其他地方还能干满三十天 这就是三天都没干到 你说说你啊 你这种临时空最危险 赶紧讲一下假 我说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在公司最危难的时候 你不帮忙你就算了 还非言耸听 我告诉你啊杨丽啊 别人我管不着 你别跟着添乱 马总现在焦头烂额 有没有良心啊 谁没良心了 这叫未雨抽毛我公公 理你 对了 问你个事 怎么安慰一个工作繁忙 又头疼的人 这你说的是 闭嘴关系 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还没有成为正式员工 我不得好表现吗 再说了 我现在是第一主力 关心老板的身心健康 没问题吧 别装了 没用 现在玩学的都没用 你还是真实际的 你实际系的 福尔到来 马总 我给你送 王总 王总您好 马总 银行不再对JR续带 这件事 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 请您放心 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我怎么可能放心 银行不续带 代表着酒店各方面资金周转过零 以JR现在的情况 如果不与CU签约 就是死路一条 王总 请您再给我一些时间 我一定会想到解决办法 马总 你还年轻 不要这么固执 也为我们股东 和供应商的利益想一想 收购也不是一件坏事啊 你也可以与CU谈条件 做JR的管理人哪 总之王总 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想到解决办法的 请您再等一等 再给我一些时间吧 其实 我作为JR的股东之一 虽然不是什么大股东 不过我的意思 代表大多数股东的意思 你明白吗 马总 您可能还不知道 在您回国之前 我们已经和CU谈好了条件 明天 就是我们和CU签约的日子 希望您能想清楚 王总您 找我什么事 没什么事 就是这个 最近天气不好 我来给你送碗汤 很补的 你别误会啊 我就是自己喝不完 都给你送一碗 这个 茶牛皮煮三煎汤 谢谢 马总 你这儿没我什么事了吧 那您先忙 我先出去了 奇怪 明明没有做贼 为什么那么心虚啊 这种感觉 是心虚吗 还挺好吃的 还挺好吃 这儿 马总 您说三个月就能让酒店好转起来 可是现在银行已经不再虚待 我们能等你 可是我们的供货商等不了 目前来讲 一时之间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可以进入 那么我们就只能按照之前谈好的合作 跟CEO签约 马总 我很欣赏你的魄力 想以一己之力挽救JR的决心 我也十分钦佩 但是据我所知 JR现在还有许多供应商的钱需要付 的确是这样 供货商陆陆续续要求付款 我这边只能尽量去拖延 但恐怕拖延不了太久 我这儿也有几笔尾款 如果拖延很可能造成客房运转不灵 我们作为五星级酒店 客房的品质 客房物料充足的供应是必须的 不允许出现任何纰漏 餐饮部那边也是这样是吧 高总 是 不过我暂时还可以稳得住 不过马总 资金问题的确需要尽快解决 马总 不是我们不想等您 只是现实不允许我们再拖延下去了 我们老板也会很快到 马总 我认为这件事不是您一个人可以决定的 您现在自己还相信 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没有了吧 酒店不是过家家 难道还有一大笔钱会从天而降吗 如果要真的有呢 宋总 您怎么来了 赵总 我认为我在外面我就看你在 怎么了 不爽啊 都这么多年了 怎么还这么急躁 对小姑娘应该温柔一点 对吧 可爱是吧 是 我是宋天明 你小的时候我可没少抱你啊 我想起来了您是宋师叔吧 对 您今天怎么有空过来 其实呢 我持有这二的股份 只是那么一点点 不是什么大股头 平时我也很少过问酒店的经营 不过像这样 要决策的时候 我义不容辞 还是应该过问一下 对吧 各位都是酒店的元老 现在这样遇到了困难 咱们应该毫不犹豫地跟老板同舟共计 对吧 宋叔叔可有好多好多年不见了 是啊 这个 就算叔叔给你在见面里 什么呀 叔叔 怎么这么多钱啊 这个啊 这只是第一笔 随后的马上当场 这笔钱是我无需贷款给这二的 这笔钱是我无需贷款给这二的 各位股东 各位同仁 我的这个小侄女呢 她年龄喜 希望从今往后 大家不要无条件地帮助她 提醒她 我也不认得好 谢谢 大家 叔叔 我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了 那个 您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在三个月之内 让我们这下有所起色的 我跟你爸爸啊 二十五年的交情 这么长时间 我跟着他 就是因为我信任你 现在轮到你了 我也必须信任你 我知道 您是因为跟我爸爸的交情 但是 我也绝不能白拿您这么大一笔钱 你干嘛要跟我算账啊 不是 我已经想好了 我现在手上 有公司百分之三十五的股权 我借了您这么大一笔钱 我想把百分之二十五抵给您 等之后把钱还清了 再把这些股份拿回来 你这孩子真是有点意思 这样可爱 今后啊 不管你想做什么 你就放开手脚去做 反正有你宋叔叔 做你的后盾 谢谢叔叔 这个戒指是你妈送给你的 是 是我妈给的 一直戴着 这是我妈留给我唯一的东西了 他们在这个世上的时间呀 实在是太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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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的东西不多 要珍惜啊 记着 说了我信任您 谢谢叔叔 谢谢妈 我不是不明白您说的 我不是不明白您说的 只是我就是不甘心 这么好的机会就这么错过了 既然可爱现在回来继承了 那 咱们还是应该协助他吧 本来随便说不过 我们马家可以得到一笔钱 可是 既然有人继承了 对他们当然不划算了 仅凭一个小姑娘 在三个月之内 就想让JR有气色 天荒夜谭了吧 麻烦还在后边呢 好 我明白了 我明白 余先生 您好 我是JR酒店的总经理马可爱 欢迎您入住我们JR酒店 马总 没事吧 马总 没事吧 这 这打电脑中的不好吗 这 这打电脑中的不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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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看来真的只有他 才是我偷偷地解药 那岂不是我以后都离不开他了 别看了 余先生在等着你呢 你们酒店 还有没有点待客之道 余先生 非常抱歉 我刚才有些头晕 不过我们已经为您准备了 最好的酒店房间 您的画展场地 我们也请了专人来设计 希望一切都能令您满意 怎么可能满意 首先 你们今年的接待 就不知道比往年差了多少 是我们服务不忠 十分抱歉 以后如果您有什么需求 都可以直接跟我提 这是我的第一助理 您也可以直接找他 你好 第一助理 你这形象 是怎么混到第一助理位置的 麻烦 我 我的天空突然落下 这脆弱的雪花 飘在我心上 和我一起融化 我 浪费不堪 浪费不堪的人 在孤独的分岔 口无挣扎 很快到终点了 能让你停下吗 该怎么说 该怎么说 才靠近我 我们直接 永远留下空格 也许我们是乘客 需要慢慢去懂得 爱像你搬成土列车 危险时候 互相拉扯 没有终点的乘客 提前离开的太多 如果拥挤愿意快乐 遗忘寂寞的时刻 有谁等敢诉说 该怎么说 才靠近我 我们直接 永远留下空格 也许我们是乘客 需要慢慢去懂得 爱像你搬成土列车 危险时候故乡拉扯 曾经窗外的景色 如今只有我不舍 说过永远却测散了 发现剩下我一个 对着空气诉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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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